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tina 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得我剪了个刘海 你知道吗,就是自从我找到一个很厉害 能够把我的头发给打理得很好的Tony老师以后 我每次只要去剪头都很想就是换一个造型 然后呢,今天的视频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Sephora的购物攻略 虽然说现在人不在美国 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对Sephora的爱 我已经跟转运公司联系说 我要买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邮寄到国内 他们都说是OK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我就真的觉得 Sephora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 不管是很多的新品还是很多的套装 我觉得都是在这几年算是很有诚意的一次了 然后视频呢,我这次会分为两大的板块 第一大板块是我自己有用过 并且有一直在回购 我觉得人生不能缺少的这些产品呢 跟大家推荐 然后如果我在Sephora看到有很好很超值的套装的话 我就跟大家推荐套装 大家直接买套装就OK 然后第二部分呢都是一些新品 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但我就觉得哇塞 这次就可以趁着像八折来购 就非常的划算 哇,就一想到Sephora就越来越激动 再加上今年上半年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怎么买Sephora 就真的是攒着这一次了 好,我不能激动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一组 大家必须趁着打折的时候买 我这个是去年的时候打成买的 我当时买完以后回来 就正好那段时间皮肤又不是太好 而且就脸上闭口还蛮多的 整个人就皮肤的状态很差 然后用了这组以后 真的你感觉就整个脸 它叫好基因精华 感觉你的皮肤好像真的换一个好基因一样 虽然说听着很夸张 但是真的是对烂脸的小朋友有奇效 而且它对于去闭口 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像蓝色的这个Luna油呢 它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蓝矮菊 还有羊肝菊 它这里面呢还含有奇亚紫油 然后像这几个成分 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来帮助我们的皮肤呢 来淡化痘印 更加的光滑提亮肤色 而且对于有些小伙伴 它容易出现那种皮肤泛红的情况呢 也有一定情况的改善 那么好基因精华 它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的厉害 它里面有5%的乳酸 柠檬草 芦荟 以及其他的一些植物萃起的精华呢 都在这里面 然后这一个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 是来帮助我们修复痘印 然后平滑肌肤 对于混油皮油皮而言 因为我们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所以你相对来说 皮肤的这个细腻度 你跟干皮或者是那种中性皮 是没法比的 而且呢 因为你经常长痘啊什么的 你的皮肤看起来也会比较粗糙 没有那么的平整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 就真的是非常适合混油皮油皮 以及那种问题性的肌肤 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的 这两个红红的SK2 虽然说我之前呢 就我自己是属于很常回购的产品 但是好像Sephora在打折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跟大家推荐过 嗯我也不知道为啥 好像就感觉SK2 好像在Sephora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但这两个是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我最近在get到了 就神仙水的新用法以后 就我在上支视频里面 有跟大家就介绍怎么用 真的可以帮助你 抑制你这个油脂的分泌 从而呢 你渐渐的毛孔呢 也会变小 而且呢 整个皮肤的状态 还会看着更加好 因为对于我们油皮混油皮而言 你知道最绝望的一点 就是你的油 复油以后整个脸变得 非常的脏的那种感觉 就让人很不喜欢 但是它呢 就真的可以帮助你来改善 所以我觉得神仙水真的 只要打折的话 大家可以准备去囤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RNA面霜 这个RNA面霜 我跟大家讲啊 如果你是混油皮油皮 冬天有 其他季节我不是很推荐 但是你用完它以后 你会感觉整个脸 就在一个很细腻 第二天起来 你会感觉脸上 哇摸起来都柔顺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干皮啊 或者是中性皮 我觉得像春天或者是秋天用都OK 因为我跟我妈也买了一瓶 她除了夏天她都在用 她也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她说 哎 为啥这个用了以后 就是比别的好呢 就是任何一个肤质 用了它以后都会很喜欢 接下来的这个呢 是在上一次视频 包括之前应该有些视频里面 我也有跟大家推荐过的 Algenease他们家的这一个 胶原蛋白精华 这个是我在冬天 最喜欢用的精华之一了 就它最主要的功效 不是什么驱痘啊那些的 但它真的会让你的皮肤 变得非常的饱满 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有光泽的那种饱满 整个脸有点烹烹肌的那种感觉 像对于我们这种 比较开始变老的人而言 就是皮肤的这个烹感 是真的会让你觉得 哇 心情特别的不错 那么这一个 我发现在Sephora这次 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套装 像我买的这个呢 它是30毫升 30毫升它本来的价位呢 就是115刀 但是这个套装 它115刀里面 除了有一个30毫升的症状以外 它还会送你一个 就是面霜 还会送你一个护手霜 就本身的价值在178刀 就相当于两个东西都是白送的 再加上打折 我就觉得非常的划算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呢 是Erno Lysol 他们家的这个冰白面膜 也是我们大家很多人称为的 换脸面膜 在我上期Look Fantastic的视频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过它 之所以在今天视频里面 又跟大家提到 我是觉得因为 只要有折扣 你用来囤这个面膜 或者你作为一个新手 想要试这个面膜 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Erno Lysol 他们家这个面膜 在我脸上最大的作用 一个是及时提亮 换白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补水效果 以及镇静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家用的这种 有点像院线式的面膜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有些人他如果是结婚前啊 或者一些重大事情前 他都会把这个面膜当做那种 比如说 28天一个疗程 然后每一天都会用 然后你就会发现皮肤 因为28天是一个 就是更新嘛 就整个皮肤就看起来变得特别的好 当然那个只是在你 就是急救情况下 我们日常来说 我觉得像这一种的话 基本上一周一次左右就足够了 然后接下来是Lamia他们家的 这个唇膏浑密状的 所以相对来说呢 有的时候就比较好用一点 像原来的那个唇膏 它是要拿你手去垮 然后抹到嘴上 那我自己呢 本来就是Lamia他们家唇膏的一个忠实的爱好者 因为我自己嘴巴本身就很干 而且我非常喜欢去咬那个死皮 所以嘴上的唇纹就会比较深 我用了那么多唇膏 Lamia他们家的那个唇膏是唯一几个 唯一两个吧 让我觉得它真的对淡化唇纹有效果 那这一次呢 如果大家想只买这一个 就是这种唇蜜形状的话 你就只买这一个 这个呢是80刀 然后这是打折前 打折以后算下来呢 也就差不多60刀左右 但是如果说你既喜欢用这一个在白天 然后晚上你还想用他们家的唇膏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套装 因为我发现这个套装非常的不错 这个套装呢 它这个里面呢 还含有一个这样正装的 唇蜜状的唇膏 还含有一个唇膏 然后同时呢 还含有一个15毫升的 一个他们家的经典面霜 那么这三个加起来本身的价值呢 就是在245刀 但它现在价格这三个加起来只要190刀 就相当于本身就已经打了一个77折了 然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你打个8折的话 我觉得就算下来差不多就是6折左右的样子 我觉得比免税店还有划算 然后接下来这个胶蓝的复原命呢 也是我基本上在秋冬 在很干燥的地方的话一定会使用的 我用了很多的油类产品都不行 但是这个呢 它就是触感非常的温润 而且没有任何的油光感 洗手真的是熟熟的 而且你第二天起来后 你感觉脸上也是软软嫩嫩的 然后我这次想跟大家推荐要买的是 这次Sahara出了一个巨好的一个套装 因为我自己这个是50毫升 50毫升你单买的话 在Sahara也是135刀 那么这个套装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 还送了三个小样 那么这三个小样呢 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在50多刀左右了 等于就是买一脱三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我真的觉得已经有点说腻了 但是真的我只要每一次看到 有地方打折的话 我一定会买的就是Pharmacy的卸妆膏 所有的肤质 不管你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中性皮 你用都是会很喜欢的 因为它在脸上没有任何的油腻感 而且不需要二次心结 同时呢它还足够的温和 基本上你对卸妆膏所有的要求 它都可以满足 护肤品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常回购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到了彩妆部分 那么彩妆部分呢 我也是跟大家推荐的是 我觉得这一年下来吧 我基本上一直都在用的一些单品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粉底液 那么粉底液呢 我自己啊 很少很少有回购的 能用完都算不错了 但是这两瓶真的是不仅用完 而且有回购 你就知道它们有多香了 第一个是兰蔻的这个持妆粉底液 那么兰蔻的这个持妆粉底液 一年四季任何季节你用它都是OK的 夏天如果是很热的地方 它略微有一点会脱妆 但是其他的任何季节你用它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棒 它出来这种妆效是那种非常的自然清透 很有那种空气感和呼吸感 而且呢我觉得兰蔻时装 它在脸上会呈现一种带着雾面的那种奶油肌 不会有任何闷痘啊闷闭口的情况 用了第二瓶 大家相信我 它是真的很好用 第二个呢就是 雅士兰黛的这个double wear 这个double wear啥时候用啊 你去海岛的时候用 夏天具油的时候你用它 它真的是唯一的一个 我用起来那么多粉底液 在特别热的夏天还能够扛住灶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这些想买粉底液的话 不用想太多了 混油皮油皮的小伙伴 认准这两瓶 尤其是兰蔻的这一瓶 我觉得更是非常的适合四季来用 接下来的这三个散粉 蜜粉饼粉饼 是在今年的十几个产品里面 重重的考验以后 脱出重围的 而且也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 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散粉 散粉是我从去年开始用的 Hourglass他们家这个散粉 那么Hourglass他们家这个散粉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是比较的偏裸妆系的 它没有太强的那种修饰感 希望散粉不会盖住本身妆容的那个特点的时候 我会用Hourglass的这个 而且它的这个粉质去细腻 而且我觉得它的控油力呢也是还不错 但是在夏天的话 我基本上不会用散粉来让它达到很强的那个控油效果 我通常来说会用喷雾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喷雾 第二个呢是我已经用到完全铁皮了的 这一个CT的蜜粉饼 像CT的这个我觉得它主要有以下的几点 让我觉得就是很喜欢 第一个是粉质非常的丝滑 第二个呢就是它上脸以后很薄 真的跟薄纱一样那种 你知道馋的那个羽翼就是很丝薄的那种 就非常像那个感觉 而且呢我觉得它对于毛孔的遮瑕呢 要比Hourglass这个细腻一点 而且呢它很好带出去 就薄薄的一个 所以呢我经常拿它 就有的时候需要补妆啊什么也会用到它 同时它补妆以后不会让你的妆变薄 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细致 同时呢能够遮住你大部分毛孔的 这样一个可以补妆用的蜜粉饼 如果你要我选今年我最爱的蜜粉饼 肯定还是它 它去年就是我的年度爱用 但是今年我还是很喜欢它 然后第三个呢是一个粉饼 粉饼我跟大家讲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固态的粉底液 它最大的好处啊 我跟大家讲就是遮瑕能力简直绝了 比很多粉底液还要遮毛孔 同时呢它的控油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像我自己如果比较懒 今天不想涂任何的粉底液 我也不想上任何散粉 我也不想定妆的话 我就直接拿这个一底三好吗 它们三个我也在Sephora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合适的套装 大家就直接单买就OK 刚才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夏天最常用的定妆喷雾吗 那这次我出来呢我也有带 我带的是这个mini size 是urban decay他们家的这个all nighter 真的是会让你的妆巴到你的脸上 基本上不怎么会脱装 然后它即使脱装的时候呢 它也是那种不会剥落 你知道吗 很可怕的就是有一些定妆喷雾 你用完以后那个装会剥落 就会显得很斑驳 但这个完全不会 它即使脱装也只是那种 有一点点出油的那一种 这一次呢我觉得Sephora 比较好的一个套装 就是这一个 我觉得简直就是买衣 然后送了一个 就它有两个118毫升的这个套组 两个118毫升的套组 它只要42刀 你像一个正常的118毫升的 它就要33刀 那么两个它卖42刀 另外一个就卖9块钱 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再打完折 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接下来的这个呢 应该算是我今年在欧美盘里面 眼影盘唯一一个一直在用 而且非常喜欢的 就是CT他们家的这一个面部综合盘 那么这个它本来是去年 我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买的 因为它是一个圣诞限量 但我看现在呢 它还是有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已经把它 就是放在一个常规盘里面的了 然后这盘它整体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它是那种非常偏 奶茶玫瑰色系的 就整个颜色呢 它的饱和度还是比较偏低 而且这一盘真的颜色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你看它这三个眼影 我今天呢就是拿这个 就这个眼影色呢 给我自己画的眼影 就它非常的消肿 而且呢 就CT的粉质 大家知道就是细腻到一个不行 我现在给大家呢 在手上这样简单的画一下 你看它的这个显色度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眼影整体而言 我觉得它是不需要任何技巧 你就可以画好的 而且是非常温柔的那种干枯玫瑰色 然后底下这两个腮红呢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 尤其是它这个五号色 它这个五号色呢 是带着一点点 就是微微细闪的这种藕粉色 那么这种藕粉色 大家知道 今年其实很多人非常喜欢 把这种藕粉色 作为就是眼皮的这种打底色 而且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在冬天用也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底下六号的这个腮红色呢 颜色就是略微要深一点 有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妆容 我需要就把腮红突出的话 我也会用这个 同时呢 它也是玫瑰色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腮红 它上脸以后 整个人看起来是 又温柔又干脸的那一挂 然后它这个高光 我觉得就跟整体的这个盘子 特别的搭 因为整个也是特别的细腻 它是这种微微的细闪 有没有 不是那种像钻石一样 bling bling的感觉 就整个很细腻 很内敛 而且呢 就是完全的不显毛孔 然后最后的这个古铜色呢 我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一点 它的颜色呢 就你看是比较重的那一种 所以如果有小伙伴想买一个这样子的综合盘的话 我第一推荐的就是CT他们家的这一个 接下来呢就是我最近 也不是最近吧 就今年很常用的一些唇膏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YSL今年新出的这个天鹅丝绒之地的这个黑管的212色 很多人会把它叫做焦糖番茄色 就它不同于以往的那种烂番茄色 它的颜色要更加的浓郁 同时呢 它的这个复古感也更加的强 但是我自己其实 当时最开始吸引我的不是它的颜色 而是它的这个质地 我先在手上给大家看一眼 半丝绒哑光 但是同时呢又含有非常润的这种感觉 而这个颜色真的是显白第一名 像我今天的话 我就是在嘴上薄涂的 日常生活中大家薄涂就是完全足够了的 然后如果你需要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就可以用它直接深涂出来 然后深涂出来整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有气场 黄皮的妹子可以闭眼入 然后接下来这个Armani的2064号呢 其实是我去年冬天买 但是我发现就一到冬天 一到天气冷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用这一根 因为这一根的颜色 大家我先给大家在手上涂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跟刚才那个相比 它的秋冬感要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它的棕调比较明显 那么薄涂以后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颜色的气场会稍微的弱化一点 但它的红棕调依然在 然后今年我还比较常用的欧美系的口红呢 就是Cucci他们家的 其实这个系列我有在我的那个大盘 评测的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把我有的口红全部评测一遍 那么这一次呢 我就跳出来了四支我自己最常用 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最百搭 最显白 最不挑肤色的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树管系列 整个的这个膏体呢 是磨砂杆的 然后当你把它涂到你的手上以后 先给大家大概看一下颜色 哇就真的是特别的creamy 而且非常的顺滑 而且显色度非常的高 所见即所得 虽然说它是这种哑光的 但是完全不干 然后涂到嘴上以后呢 它立刻就是柔雾感 同时呢它也不怎么起皮 那么刚跟大家涂的这个颜色呢 是我在整个树管系里面最喜欢的这个208号 叫做The Might in Argentina 那么这个颜色 哇超级温柔 是我今年用过的售唇膏里面 如果有一天我就想走温柔挂的话 我一定会用这个208色 而且我在好几次视频里面 我都用的是这个颜色 基本上每次用这个颜色出视频 大部分的视频下面我都会看到 就有小朋友问我色号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颜色 因为它在温柔的基础上 同时还显肤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这种温柔挂的 一定要选这个208 我真的是就吐血推荐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系列还有一个颜色 我很喜欢 那么这个颜色其实和刚才那个 大家如果光看膏体本身 就会发现颜色的这个饱和度要高很多 这个颜色呢是505号 它是这种颜色比较深的铁锈红 可是它这个铁锈红和刚才Armani的那个相比呢 要更加的活泼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的试用面呢要更加的广一些 而它这个颜色也是特别的显白又自然又活泼 所以这两个颜色呢就真的是我最喜欢的树管系列的了 金管樱花系列和刚才我们这个树管系列相比呢 它是走滋润挂的 但它又不是特别水润的那种 所以说它的显色度呢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系列呢我最喜欢的是 202号还有203号 先跟大家看一下202号 它这个顺滑感就要比刚才这一个雾面的要明显很多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光泽感 202号呢它是这种豆沙色 然后这个豆沙色它的红掉是比较明显的 相对来说它的显白度要更加的好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日常挂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203号 有没有觉得很多就是日本杂志一到冬天就非常多这样子的颜色 就那种摩卡色 然后偏一点红棕调 然后它相对刚才那个202相比 其实它的红调要更加的明显一些 哇你知道吗这四个颜色你要给直男看 你会觉得鬼打墙完全一模一样 但其实上嘴出来的感觉都是各有特色的你知道吗 反正这四个颜色也是我今年就是很常用 而且我觉得是酷奇他们家最值得买的四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呢是我最近应该是有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最喜欢用的一个内眼线笔 我现在基本上每一次就是上镜的话 我一定会画内眼线 因为内眼线画完以后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有声 我像我今天我都没有画外眼线 可是你画内眼线以后整个人就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像我自己最喜欢的 哦忘了跟大家说是哪个了 是CT他们家的这个rock'n'roll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选的颜色呢是这个brown 那么这个眼线笔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非常的丝滑 你看它在你眼睛上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它不会晕到你的下眼睛 而且它持妆是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的 同时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它会让整个人的眼睛显得温柔又有神 它不是黑色的那种 黑色的时候你日常画会觉得有点凶 就那个内眼线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它这个颜色呢就不会太浅 但是呢又不会太深 我觉得颜色的这个选择呢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 如果大家有画内眼线习惯 或者你想培养画内眼线习惯的话 可以试一下 它上眼就完全不会不舒服 而且不会敏感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呢是两把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替代性的刷子 那么这次打着大家去买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第一个呢就是Huda Beauty他们家的这一个阴影刷 像这一边的话它就是用来画你的鼻影啊什么的 就哇很自然 而且就你感觉你自己好像天生就会画了这些鼻影阴影什么的 然后另外这一边你看你就是正常给这边涂一点就好 像我今天呢也是就这样简单的扫了一下 它的这个蘸粉量呢是非常合适的 不会说太多也不会说太少 你基本上这样画完以后你都不需要这样弹 就直接可以上脸 而且整个刷子你看它也是非常紧实的 反正我自己用过的搜影影刷里面 我自己现在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Huda Beauty的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个呢 我跟你讲就你如果说有用染眉高上眉毛的习惯的话 一定要买我自己这是我的第三根还是第二根了 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个274 它这一边呢是这个眉刷 而且你看它这个眉刷是有一定弧度的 所以平时像我们来刷眉毛 它就会就是很走你这个眉毛的形 软硬度呢也是刚刚好 不会说太软 然后这边呢就是可以用来占取你的染眉高 或者是你的眉粉什么的来画你的眉毛 像我现在眉毛我都是用这个来画画出来这个眉毛又干净 而且呢又有这个立体感 所以呢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喜欢 但你如果不习惯用那种眉粉啊或者染眉高之类的 你就不要买这个了 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是很划算 然后接下来呢是我已经跟大家推荐过至少两次的三次或者是四次 V他们家的洗发产品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发质 你是细软发质 你是粗硬发质 或者你是沙发发质 都有很适合你的 那么我自己因为是沙发发质 我就选择的是这一个 就是这种粗硬发质必备的这一个洗护套装 这个发膜也是很好用 但这个护发素我觉得已经比很多的发膜都要好用 你就知道它的好用程度到底有多厉害了 反正你用完这一个洗发水 再加上护发素 然后你穿完头发以后 整个头发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滑溜的抓不住的感觉 特别的棒 而且你之后如果用纸板加你加你的头发就很好加 而且非常的shining很有那个闪亮度 同时他们家的这个发油 去买 太好用了 它这个发油我跟你讲 就是你像我今天我是干头发 我都有用这个发油 可是用完发油以后你头发完全不油腻 可是呢它头发就会更加的柔顺 而且垂坠感呢会增强 然后像你平时如果就是洗完头发什么的 然后你在吹发之前你也把它抹到你头发上 你的头发也会更加的柔顺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小的工具 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买了以后觉得很喜欢 第一个是这个brow food 他们家的这一个化妆笔擦 它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我个人是化眼妆 如果我化的不太好的话 我用它来就是修饰是最多的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 刚才我们不是拿这个内眼线笔画了一下吗 然后比如说这个尖尖 你觉得不满意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 它就把这个尖尖擦掉了 而且它这个尖尖擦掉以后 它前面不会变黑 你发现没有 就好像你真的从未出现过一样 所以你画外眼线 如果没有画好拿这个擦 真的特别的棒 而且它很耐用 我这个已经用了半年多了 到现在还在用 所以蛮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Dyson他们家的吹风机 如果你的发量很多 比如说像我这样头发的人的话 你就不用去想了 就直接闭眼入这个就好 第一是吹得很快 像我平时吹头发 如果用普通那种吹风机 可能用20分钟左右 就是我需要中间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吹头发 但Dyson的吹风机 就是把我的头发 可以从内到外 10分钟之内就完全吹干 第二就是Dyson的吹风机 穿完头发以后 头发是比较柔顺的 而且是更加的有光泽 因为这里面是带有负离子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 而且Dyson吹风机 它的重量也是比较小的 直接装到你的行李箱 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Dyson吹风机 因为它是有风量选择和冷暖选择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做造型也是很出彩的 然后还有一个你买了绝对不会后悔的造型产品 尤其是你想要出来这种直发 或者有一点点内扣的 就是这种梨花卷的这种造型的话 一定要买的就是GHD的纸板夹 GHD的纸板夹 就是我买回来以后 我觉得已经回本了好吗 我这个已经用了好多年 它加完的头发 就真的是要比其他的那种纸板夹 加的头发更加的直 像用有一些纸板夹 我需要这样夸夸夸三次 但是这个基本上一次就 可以完全加直 同时它加完的头发也是更加的柔顺 而且更加的有光泽度 反正GHD的这个纸板夹真的是绝了 大家一定要买 尤其是这种沙发的小伙伴 真的会让你的胳膊变轻松不少 然后最后一个头发产品 也是我基本上每一次Sephora打着 我都会建议大家买的 你知道吗像我这种头发 我真的在护发产品上非常的下功夫 他们家的这个干发帽 像我平时出来旅游我也会带着它 因为它擦完头发以后 头发是真的可以把你多余的水分全部吸干 这样的话你之后吹头发的时间就会少一点 那么今天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香水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法国的沙龙香 是这个牌子 它明明是香水 但它名字叫做不是香水 不是香水的香水 那么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讲 它真的我第一次闻到了以后 我就有两个字的感觉就是干净 非常舒服 而且很温暖的一个香气 你像夏天你上完被子是不是感觉很舒服 或者你冬天裹着那种很大的那种围巾 毛茸茸的把自己完全裹在里面也很舒服 就我每次喷完这个香水以后就觉得自己就好像能够安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而且正因为它这个香水就这种让人有一种静的这个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晚上睡觉前来喷它 然后你把它在你的房间里面这样喷几下以后 我现在就想喷一下 哇就真的一下子 你会感觉今天晚上的梦都是甜的 然后呢我后来我朋友还给我送了一个这个香水的这种sample 那么我这个呢和就是网上卖的不太一样 我比网上要多两个味道 但是呢我看一下网上的味道和我这个几乎是差不太多的 就是所有他们家最受欢迎的味道都在里面 而且呢就是网上它的这个set的味道 我自己觉得都是好闻的 淡雅的那种沙龙香 所以如果有就是小伙伴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试试这种就小size的 以上的这一些呢就是我已经有用过 并且不停在回购的一些产品 当然还有一些我虽然现在也还在用 但我觉得之前已经推荐过太多次了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些sefara清单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购物车里面 一些我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新品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Drunk Elephant他们家这一次的一个夜间的这样一个组合 那么这个组合里面其实我最开始最想买的是 他们家这个夜间面膜 因为这个面膜我之前看Sushi的视频里面 他推荐说哇每次用那个面膜第二天起来就是容光焕发 它补水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就很想试一下 但是这个套餐里面它总共有五个产品 包括有一些精华呀或者是有一些面霜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像 Drunk Elephant之前我也用过他们家几个产品 我觉得用下来都还蛮不错的 而且他们家的包装就觉得很可爱 都这种彩色的特别的有童趣 而且这个里面呢还会送一个小镜子 然后整个呢它是98刀它本身的价值呢是146刀 还不错 所以我想买这一个 然后呢我还想买的是吴威尼他们家和白瑞斗他们这次联名的一个干发喷雾 关键你知道是啥吗 就这个干发喷雾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荒漠菇魂的味道 荒漠菇魂那个身体乳之前我跟大家推荐过 哇现在想一想立刻都想喝身体乳了 超级好闻 所以现在出了这个味道的干发喷雾 我就想就想为了这个味道去买 其实我自己日常干发喷雾用的还挺少的 但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然后接下来还想试一下的是Rituals他们家的这一个Try Me Set 那么Rituals这个品牌呢 其实之前在Sephora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然后它这个set里面呢 整个味道是走这种樱花味道的 然后有一个body cream 就是身体乳 还有个shower gel 还有个body scrub 整个加下来是20美金 然后打完折以后就十来刀 我觉得可以就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一个樱花系列 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而且Rituals之前我是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博主 有在推荐 主要就是欧洲的博主推荐他们家 我就一直就是很心动 所以想试试看 然后第三个新品呢 是Elia他们家的这一个睫毛刷 我跟大家讲 这个睫毛刷 我在没有用它之前 我就已经给它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因为它这个刷头我很喜欢 它这个刷头刷刷睫毛绝对是那种根根分明的 只是我不太清楚 它这个睫毛刷完以后 它们的保持度能够有多好 而且他们家之前我有用过一些粉底液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 所以呢我就想试试看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个呢 算是一个彩妆的面部盘 是Hourglass他们家的 就Hourglass他们家彩妆 我自己用过的几乎也都是没有彩雷的 整个呢也是虽然说是欧美妆 但是其实整个它的那个显色度啊什么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内敛的 尤其是它的高光也都很好用 那么这个盘子里面有高光 有这个修容 还有这个这个腮红 他们家的腮红也是很好看 之前也有用过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蜡烛的set 我跟大家讲这个蜡烛 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 没有想到现在Sephora也上了 就是这个Mason Louis-Marie他们家的 Mason Louis-Marie他们家 我之前买过那个蜡烛 是我在我们家最喜欢的一个 B-Diptic啊 还有那种像周马龙这种 比较大家常见的这种牌子的 蜡烛我都要喜欢 整个味道就让你感觉木雕 非常的浓郁 而且呢 他们家的这个蜡烛纹了以后 会让你感觉就很有冬天的气息 那么这一个set 它里面有三个小的 那么这三个小的的味道呢 我看也都是比较经典的 他们家的蜡烛的味道 所以呢就想来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是只有50刀原价 就你挡在这以后差不多 也就是个乘一个8 40刀左右的 爱马仕香水 而且还是四瓶 而且这四个香 我之前是有用过那种 很小的那种sample香 我好喜欢 然后这次我跟他出这种 就是Q香型的 而且可以就平时出门带 我就一定要买 就他们家的这个花园系列 那么这个花园系列 它总共有四个味道 一个是地中海花园 尼伦河花园 屋顶花园 还有李先生的花园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爱马仕的香水 我觉得爱马仕的香水 其实它也是走那种 不是很浓郁的味道 它整个味道 让人感觉很清新 而且让人感觉很提神 就我自己是闻不腻的那一种 因为我试过好多sample 我都一直很喜欢在用它们 所以我这次呢 就准备买一下 他们家这个Q香 50刀可以买四瓶 而且呢 还是这种比较大一点的Q香 就觉得好棒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 是这次购物车里面 比较少的一个东西 就是口红 然后口红我想买的是 CT他们家Pillow Talk的第三代 就我当时在网上看到 第三代出现的时候 我想说 第三代的颜色和第一代 真的相比 要更加浓郁很多 你像这个第一代 我这次我也有带 因为我自己平时就蛮喜欢涂的 你光看它这个 你就觉得它颜色蛮淡的 如果你涂手上 你看它真的是那种 比较淡的颜色 然后第三代颜色 比这个要深很多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第三代 应该是这个的加强版 本来这个颜色 我就已经很喜欢了 我觉得如果深一点的话 应该会更适合我的肤色 而且会更提气色一点 然后我还想买的一个呢 就是今年明星自己出的一个品牌 就是Rare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一个唇膏套组 那么这次这个唇膏套组 大家可以看到我选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比较偏 有点那种豆沙 或者是偏土橘色调一些的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唇蜜 这两个叠加 应该颜色会蛮漂亮的 而且我觉得颜色比较秋冬 所以呢 我就想试试看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买的 是Sunday Rally 他们家新出的一个 叫做Pink Drink Firming Essence 我就是因为它的外包装是粉色的 当然就很吸引我的眼球 而且就是Sunday Rally他们家的东西 我也是用过的 我都很喜欢 然后这个它主要其实是做一个 就是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提拉 紧致一点的精华 然后我看了一下 目前来说 像这个的review呢 还是比较少的 就只有四个review 因为还是个新品嘛 但是呢 我看大部分都是推荐这个品牌 觉得还不错 而且实在是颜值太高了 就想试试看 然后最后一个新品 我想试试看的 就是Huda Beauty他们家的这一个 全新无瑕滤镜粉条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粉底液 其实是蛮适合混油皮油皮的 而且这一个粉条 它也主打的就是 强效遮瑕 十小时 长效持妆 自然妆感 还有防水防汗 就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蛮适合我这种肤质的 所以我想试试看 以上呢 就是这次Sephora的全部的草单 还有我要跟大家推荐的产品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Sephora 就是真的是期不期待 我自己是觉得真可能是太久没有买Sephora了 所以这次看到 因为我很多自己蛮喜欢的新品 而且套装也都还不错 所以真的就是 我看我的购物呈现已经非常的夸张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 哇Christina一定要试试看的新品 或者你觉得很不错的产品 这次想要让我也赶紧来买一下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然后这次视频呢 也是和之前的Sephora的分享一样 想要再抽几个幸运儿送给大家一些购物金 这样大家呢可以一起在Sephora来买买买 然后呢我也会把具体的参与方式 以及抽奖时间呢 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每一天 然后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Bye